各位朋友你們好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至四集由零開始製作古典吉他 應該知道卡洛斯開始做結他後就上了一天 做完古典吉他之後 這次我就想挑戰做文歌吉他 做文歌吉他學問比古典吉他更重要 因為古典吉他的形體大致上都是一樣 如果統身形狀變化太大會影響古典演奏家的手法 但文歌吉他或我們稱為鋼線吉他就不同了 因為他可以彈很多種不同的音樂 例如彈Bruce、Rock、流行、甚至彈中樂都可以 所以你演奏時可以選擇不同統身的演奏 那究竟文歌吉他的統身有甚麼變化呢 例如我手上的D型、A型、OM型、Jumbo型 有些我自己都未彈過 他們的分別証明就是統身的身材不同 亦都會令到音色不同 有些低音會強一點 有些高音會清脆一點 而我手上這支叫Dreadnoth 簡稱為D型 一般你見到的文歌吉他 他都是跟古典吉他一樣 用雲纏做面板 或者用玫瑰木做背板 但其實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材料 亦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吉他價錢的風劍由人 幾十元一個到幾十萬一個都有 而我第一次做就不敢選擇這麼貴的材料 於是我就密室了一套 性價比相當高的材料 B級的雲纏木做面板 桃花心木做背板和側板 不算是很豪華的組合 但做出來已經叫做全單的吉他 比甲板吉他好多了 一套材料買回來 80%的材料齊了 價錢便宜到你不相信 為了比對古典吉他和文歌吉他 製作的分別 今次我會同一時間做兩個吉他 右手邊這塊剛剛激光切鋼出來的 5A雲纏 就是為了林鎮龍老師 訂做個古典吉他準備 而左手邊這塊B級雲纏 第三就是用來做這次的文歌吉他 掛好線之後 由於沒有電腦指揚 我就用了大腳機來切出它的形狀 之後就跟古典吉他一樣 先拖好用來霜嵌音孔花邊的槽 以及切割音孔出來 今次我兩個吉他一起做 一來就為了比對 二來大家可以想一下 煎一條魚5分鐘 煎兩條魚都是5分鐘 所以兩個吉他一起做 應該會節省一點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很短時間 就已經傷陷了兩個音孔的花邊 假如大家有看過之前 一至四集的游靈 開始製作古典吉他 就應該記得 古典吉他的音量排列方法 就好像這樣放射性 但文歌吉他的面板 就大快很多 而且有一個半徑八千的弧度 所以兩條音量就要互相入損 用X型的結構來支持這塊面板 有了X型的主結構之後 其他小音量反而要求不是那麼高 用很多種不同的排列方法都可以做到 但其他細節上的概念 都是跟古典吉他一樣的 例如音孔的兩邊是脆弱的 所以一定要加兩塊雲纏去補強 而琴橋的位置 我兩種吉他都是用一塊玫瑰木去補強 只是玫瑰木的形狀和裝配的工序都不一樣 之後就來處理側板 側板一定要浸水 然後加熱才去屈曲 大家可能有印象 我之前用的方法很吐泡 就是用風筒來吹熱它 很專業的儀器我就不會買了 但今次我都買了一個新的工具 就是這個小小的橢圓柱發熱機 用的時間雖然長一點 但都能夠達到效果 而為了要用這種結他的筒身 我又買了一個不同的舞具 你看到這個舞具和古典吉他的舞具是不同的 總而言之 用發熱器簡單成型之後 兩塊側板就要夾上這個舞具上面 進一步成型 由於現在我兩套舞具都有 所以這次真的兩條魚一起煎 兩個結他一起壓舞 壓舞的時候 我就順便去準備文歌結他的上下支柱 尤其是這個上支柱 之後就要和琴柄做一個魚尾筍 只不過古典吉他我用的是西班牙式的連接方法 所以你會看到結他柄一早就裝好了 剛才我有提及過 文歌結他的面板是有弧度的 所以側板這個部分 是要打磨配合的弧度 我們所用的工具 都是一個半徑八千的弧度盤 至於古典吉他的面板 就是一個平面 不用打磨就可以貼邊跳的 由於小夾不夠 所以我貼完古典吉他 才來貼文歌結他 貼到邊跳之後 都要為音量製造一些筍位 然後才可以蓋上面板 用膠水固定它 在這方面 古典吉他和文歌結他的做法是相約的 等兩個的膠水乾了之後 自然就要用樓機來收邊 好了 兩種吉他的筒身厚度都很講究 文歌結他來說 由於面板和背板都有弧度 所以側板曲線的變化較大 而古典吉他 只是背板有弧度 所以曲線變化沒有那麼大 最後兩種背面 都是用半徑六三五零的弧度盤去打磨好 在這裏要講講文歌結他和古典吉他的分別 文歌結他由於琴身比較大比較厚 所以在側板上要加一些質量 質量的做法很簡單 只是根據背板音量的位置 加一些桃花生木痴就可以了 終於來到做背板了 兩種吉他的背板 中間都要陷入一條中心線的花邊 以防中間拼貼的地方將來會裂開 而背板的內面 兩種都是橫放的音量和內中心跳的 而在貼好背板之前 我會先黏好自己的招牌 至於貼背板之前 當然也要貼邊條 有些學生看了我做了這麼多次 都可以幫到手 像柏西一樣 塗膠水連邊條這些東西 一點難不了他 所以其實很多工序 我們都可以教學生去做的 好 最後我們把兩個吉他都蓋上背板 以及用Gcam固定 當兩個膠水都乾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吉他邊邊 拌上一條T形坑 有看過之前古典吉他製作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拌一條邊的目的 是陷上一些花邊的 其實來到這裡 大家都應該知道吉他的花邊 除了為了貪美之外 最重要都是遮住一些摺口 所以真的要好好處理 在黏上花邊之前 我們要在面板的邊 先上一層重膠漆 待會用皺紋膠紙來貼花邊 就不會那麼容易破壞到面板 講到貼花邊來說 文哥吉他簡單很多 你看到一條粗的花邊 有些人會用彩背 然後再加上一條膠條拼貼 就可以了 做法是先用Tai Bond膠 就貼好木邊 然後再用ABS膠水來貼一條膠邊 但這方面 古典吉他就複雜很多 首先最外邊那條粗的木邊 都是要用發熱器 去將它屈曲成形 之後如果你用最複雜的做法 就是需要用到六條的右邊 我這裡由內至外 就用了紅白、紅白、紅白 再配合剛才承認了那條木邊 去組合成為這個邊條 經過長時間這樣工作 我覺得我蓮花邊的速度 已經直追結他廠的類工 真是幸好 放大鏡 然後做到眼睛了 現在只做了兩個結他面板的封邊 而且底部都還沒做 接下來就是文搖結他 還有一個步驟 非常仔細的 就是做魚尾筍 去接駁琴柄 這個在之前古典吉他 因為我用了西班牙的連接方法 就是不需要這樣做的 兩個方法各個各個 上一次我做了兩個多月 才做起一支古典吉他 而今次我用了同時煎兩條魚的方法 確實是有些進步的 因為我是8月8日開始做的 現在是8月28日 我只做了20天 兩個結他已經去到這個步驟 我相信過兩月之內 我就可以完成兩支結他 如果大家想知道 這兩支結他做起之後的音色是怎樣 請繼續留意下一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了 我是卡老師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再見